大家好,我是新地會的Maggie 歡迎大家參加新地會抗疫治強網上講座 面對著全球大流行的疫症 大家無論在工作或者家庭上都可能面對著很大的挑戰 新地會就著這個主題舉行了兩個網上講座 請專家來跟大家分享怎樣可以正面地疫境同行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資深親子及教育顧問兼媽咪Share 創辦人鄧明儀女士來跟我們分享怎樣可以在疫境建立親子情 事不宜遲,我們就將時間交給Elaine Hello,大家好,大家好,早晨 今天復活節,即是Happy Holidays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新地會這邊提議的 就叫做《逆境》 我們《逆境》有兩個字,建立親子情 其實都很貼合,我覺得新地會很好 其實他們的題是珍惜愛家人 都很吻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他們另外一邊也有個新月會 其實都是鼓勵閱讀,很好 即是跟親子很有關 那我今天其實駕車來緊的時候 有些小小拆曲,我覺得 前面我們單程行車,前面就有一輛很慢的整路車 那他真的掛著很大的牌,叫慢洗的 你知道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駕車 前面有一輛可能私家車 他駕得這麼慢 那會怎樣呢?後面的人 嗶嗶嗶嗶嗶嗶嗶韓 是不是? 但是沒有辦法 前面那輛整路車,你一定要慢的 但是你後面那輛車,其實他也不會響韓的 而我亦都沿路可能可以想回一些事情 例如想回我小時候一些放暑假 或者混在家裡的情境一間都可以分享一下 那其實都幾次我覺得我們今天 現在停課這個情況 就是停課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避免 那你不會還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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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什麼話說呢?今天是不是放假? 那其實你可以是慢洗的 其實慢洗是不是一樣好呢? 那我就說回我們今天了 就是我們說 怎樣逆境可以建立這個親子情呢? 那也是我其實最近在我們公司 做的一些program來的 那很吻合這次主題 就是我們覺得為什麼 我們現在很多媽媽 其實最慘的媽媽是什麼? 又要home office 又要home learning 那大家都看到前陣子有一條 就是以色列媽媽罵政府的片兩分鐘 其實我想是全球瘋傳 那這次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我們香港 是全球的媽媽都有共鳴 喂 還要home office 然後還要home learning 我都瘋了 是不是? 那還要不斷地 其他可能一些平台 或者很多機構 都去說停課不停學 這個字 我都聽過很多媽媽說 其實in the beginning 他們都很討厭停課不停學這個字 就是平時都不停學的 停課還要不停學 就是有些校長都很不鼓勵 其實為什麼小朋友要不停學先 就是不停學那個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其實可不可以 趁這個契機 平時我們就怕輸了起跑線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的起跑線 回歸回去一樣 沒有分 沒有說是 你又補多些集 或者我家學校又厲害 或者我家學校又追得快些 這些程度 其實大家都回歸那個基本步 那大家可不可以其實停一停 就是趁這個 我們表面上就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疫症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停課都本來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怎麼趁這個契機 可以把它變為一件好事呢? 其實我就覺得可以在 我待會再可以再考慮多些 趁這個其實停課時間 我經常形容為休緣期 就是休緣期 怎麼可以讓魚草肥它呢? 養得好一點 肥肥白白呢? 我想其實可以趁這段時間 有幾樣事情可以做 就是尤其是那個 我們今天的主題 怎麼在這個疫情 疫情和疫情 真的我們的疫情 現在都是疫情 因為很多人失業 沒有公開 或者其實大家看到的消息 都不是樂觀 全球經濟都沒有 可能有玩股票的人 看著股市上上下下 都覺得是疫情 怎麼趁這個其實疫情 我們去把親子關係 去我經常說的 reconnect 或者重建 如果你沒有connect 就connect 平時可能做得不太好 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或者深度一點的陪伴呢? 就是我自己本來自問 都覺得做得不錯 但是趁這個停課 我有些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都有反思 或者改善 那譬如我們 我們現在 就是抹一下廣告 我們在Mamishare那裡 都做了 由2月10號開始做 跟香港大學防止自身研究中心 和人愛校長會 做了一連串的program 就是叫與你停課 其實那個slogan 就是停課 我們不是停課不停學 是停課不停分 分裂的意思就是 我們想做一些non-academic的 因為我覺得 academic的事情 其實學校已經做得很足 坊間都too much 但是一些non-academic的事情 譬如我們有一些 Yoga Share 先問問校長 先問問醫生 先 Game Share Music Share Story Share 其實裡面的事情 都是和幾樣 我覺得很主要有關 在我育兒理念 我覺得是比任何academic的事情 都重要 譬如音樂 遊戲 因為learning by playing 我經常都猜出去 閱讀 其實閱讀 對一個小朋友的長遠影響 都是很大的 也都在我自己身上 其實都是有這個影響的 那 雖然我們停課 其實混在一個很小的空間 有些人家大一點 有些可能小一點 但是 好像外國這樣 其實外國經常都猜出盡情話 那盡情玩 是否一定要很大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說 其實熊蘭教授都說過 其實小朋友 最好的玩具是誰 是爸爸媽媽 那最好的地方玩 是什麼 不是什麼波波池 其實就是家 那盡情玩 雖然空間有限 我們可以想一下 空間有限 可能對我們大人來說 是我們平時一定要逃街的 一定要去商場行 一定要去總之安排 什麼什麼一般的東西 但是對小朋友來說 其實空間是否這麼重要 其實反而我覺得 他們的創意 和他們的幻想力是無限的 空間有限 其實我們空間 可能四尺的空間 他都可以想到很多東西 或者他在發呆 你以為他無所事事 其實他可能正在發揮他的小宇宙 那 又或者我們可以在家裡玩一些遊戲 其實那些遊戲 譬如我們現在網上也做很多直播 或者一些影片 我們玩一些遊戲 其實是一些全部都是不用錢的遊戲 就是用環保的物料 可以衍生到很多遊戲 而這個遊戲 你其實都可以藉此灌輸 除了玩之外 灌輸給小朋友 其實環保的重要 還有其實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 Toy Story 其實有一隻小叉的東西 小叉的故事就是告訴他們 其實世上每一件事是廢物來的 那我想這件事 其實灌輸給小朋友 也很重要 等於我們有時候 教小朋友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天才 其實看你怎樣去再用它 或者怎樣去鼓勵它 那 是 OK 是 工作人員提到我要開PowerPoint 我說得太投入了 對不起 OK 這裡 OK 那我們有一些 我今天就會講幾件事 就是講一下 其實很趁著這個機會 會怎樣可以跟小朋友 會以connect的關係 還有怎樣可以停課都很好玩 那還有我一些自己 這兩三個月來的自身經驗 可以告訴你其實有些什麼 可以玩 譬如我們這段時間 就突然間全香港人都行山 那行山有什麼好處呢 或者 在家裡可以玩些什麼呢 那 還有 其實可以趁著這個疫情 我覺得兩件事很重要 我等一下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 那個小朋友的抗疫力 和那個 Self Direct Learning 其實是 香港小朋友很欠缺的 另外就是 剛才我說了 就是你真的要 要反思一下自己 趁這個假期停一停 想一想 怎樣育養 或者 教養的關係 好 這個呢 剛剛 Maggie也介紹了 那如果有看媽咪Share 都知道 是 那 就是將我們 其實 現在我們 最慘的就是 有時以為停三個禮拜 或者停三個月 或者現在講一下 可能去到九月 那 但是我們 可不可以趁這個 很離譜珍貴的機會 將曾經 變差 或者疏遠的 育養關係 重新連接 或者 高質一點 其實 媽咪總是 有改善的空間 就是我們 我們經常覺得 小朋友為什麼沒有 improvement 其實想一下 小朋友沒有什麼進步 就是因為你沒有什麼進步 好 那 這些呢 其實就是 我不細講 但是你可以上回媽咪Share 因為我們與你停課 其實都邀請了五十幾位的 校長 名人 和教育家 去分享 其實他們本身 可以提議大家 在這個停課期間做什麼 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總結一下 每個人原來那個招數都不同 或者他提議的東西都不同 原來不是一本通書用到路 其實真的 有時候你和你的小朋友都要聽 但是以上其實他們的文章 都可以參考一下 譬如陳鴻校長 就每天鼓勵 家長讀一本好書 他又每天介紹一本好書 譬如陳家衛校長 他就有說 其實如何透過你平時的生活 已經是一些教育課 其實書本 不一定是硬斑斑的書本 其實你可以教 譬如他們人外校長會 會一班校長帶小朋友去收拾垃圾 原來收拾垃圾 又可以是一個生活課 或者是吳崇欣說的 放空 其實放空 你不要常常以為小朋友 愚蠢蠢蠢蠢 很放鬆 其實放鬆 都是可以觸發小朋友 一些創造力和宇宙力的 曾志豪 他們兩個兒子很可愛 經常都在家裡吵吵吵吵吵 但吵吵吵吵吵之餘 又創造另外一些很 你覺得無無畏為 其實他們一家人 有很親密的遊戲 陳美玲其實就從小到大 和他三個兒子 其實他三個兒子 都是入Stanford 但是如果你認真看他的書 其實是從來都不吹局的 其實他都是透過玩 去鼓勵小朋友 還有我想有一件事很好 我記得他說過就是 他可以突然之間 他老公說 今天沒有花學了 我們去玩 他們就逃課了 可以一家人五口去逃課 運福龍校長就有說 其實行山是可以培養小朋友的什麼的毅力 那楊詠明校長 陳守仁小學楊詠明校長就有說 其實你親子對話的質素都是很重要 他都有很specific 其實經常跟我說 我想大家是誤會了e-learning 這件事 e-learning home learning 就不一定是e-learning等同 其實e-learning 是很講小朋友的自主學習力 即是我們講的self-direct learning 譬如李俊 也很有趣的 他說他平時很多應酬 但現在疫情沒辦法 他每天都在家裡和女兒玩 board game 譬如UNO 現在是一個UNO專家 譬如鄧偉詩也有說 其實什麼叫慢活呢 其實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很快 我們平時就是太習慣 現在的小朋友要很快 填滿他的每一秒 但是慢活其實是否學到東西呢 其實也學到東西的 是的 陳其勻找醫生 他突然間就重拾 玩飛行棋和大富翁 或者王浩峰律師也有說 其實抗疫裡 哪個子女都可以是一些生活藝術 譬如你行山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給到很多藝術 和知識他 或者鄧雪瑤校長就說 其實讓你趁這個機會停課 我們自己好像都放一個暑假 怎樣做回一個小孩子呢 那或者妙美詩其實一向都很重視 其實小朋友的生活技能 是多於他的學生 譬如因為他經常都帶兩個女兒去走一些很厲害的山 或者玩一些平常人都不會玩的遊戲 因為他覺得其實小朋友的生活能力 是比學生的能力重要 那或者 那或者 Dr.Women 他在我們的平台 都逢星期三有個Live 叫Game Share 你看回他每一次 他都很積慶地用一些其實幾廢物的 例如 例如例子風 那原來都很好玩的 我回家都跟我兒子玩一下 其實拿些例子風原來都可以玩一晚的 那或者徐雪華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終身學習的機會 終身學習的機會 其實你是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遺忘了 那或者吳嘉儀校長都說 其實現在是調理好身體的時間 平時其實又不夠睡 吃飯又很趕 那還有阿Samuel也有說 其實專心陪伴都是一種愛 那如果詳細的 其實可以上回去 Mamishare的網站 其實有這五十幾位名家 他分享他們的教養 或者教育 在這個情況下的心得 OK 好了,講一下我了 我兒子了 那這陣子呢 那些人問 喂,兒子怎麼樣 其實大家都問 他在家做什麼 是不是很悶 他是讀生子 剛剛今年七歲 他一點都不悶 那這個就是我們 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停課期間都很看到 你平時怎樣 各個國家的教育制度 或者各個家長 平時怎樣教育小朋友 其實都很看到增長 等一下我們再講一下 譬如我這樣 我主要呢 這陣子呢 就有幾樣東西 其實就是 這個行山 行山我們也不是走很遠 因為我家對面 其實就是有很多條行山路 車都不用搭的 如果你們是將軍澳那頭住 我也挺建議 可以走一下 借菇山 鴨仔山 小夏威夷徑 或者有時候我們會去 銀線灣海灘 或者大清水 那另外有一處呢 都是遠一點的 不過其實都是我 我由大土 其實都每個星期會去的 叫大雅門 清水灣大雅門郊野公園 那那個其實都 小朋友要玩的都齊了 你可以去大清水裡玩沙 大雅門可以放風箏 或者我們有時候 弄紙兜 玩那些滑草 可以去放狗 可以去野餐 其實這些都是平時幾好的交野路線 你也可以去燒東西吃 那另外呢 就在家裡玩一些親子遊戲 我們有時候都幾無聊 可能那一陣子 你知道那些人搶廁紙 我們又不是搶很多的 可能兩條廁紙 廁紙都可以堆上玩一些遊戲 或者你設置桶之後 又可以用完 又可以再玩一些遊戲 或者我們說的 例是封 其實例是封 都可以做很多遊戲 那還有一些親子共讀的時間 其實親子共讀 就一向都鼓吹的 例如新月會 他都一向鼓勵 其實小朋友 是應該跟家長一齊親子共讀的 那但是我 都有一些心得的 和在人家說的那個煲公其進那裡 這陣子我和兒子的創舉 就是煲了所有公其進的電影 每晚煲一套 那我常常覺得呢 我很怕有一些書 是要跟階段 我們有些叫reading tree 就是學校是可以的 因為學校真的有時候要跟階段 二年級應該學到什麼三字 三年級應該讀到什麼階段的英文 但是其實小朋友的閱讀 和電影 是不是一定要很觸根這些規矩 我不太同意 其實主要就是看小朋友的興趣 可能有一本書是我兒子 一歲看到七歲 我都喜歡看 那就繼續看 那或者一些電影 都是 我記得我兒子 你以為他很小 我三歲和他看一套 documentary 是講一個 一個成年人 其實他是因為有自閉症的小時候 但是他 看迪士尼的卡通 其實治癒了他的自閉症 那我怕他很滿 他未必全明白 但其實他都可以坐定定看 有時候 所以 要看小朋友的興趣 而和他閱讀書 或者閱讀電影 那 有些書本 我都鼓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譬如 我一會兒會介紹一下 就是先講閱讀 這本《讓孩子發揮…》 是甚麼 《讓孩子揮灑才能的德國教育》 我一會兒可以介紹一下 那 早前其實也認識了一位校長 是羅茲珍校長 他都很有心 他其實以前就是 保良局 顏保令書院的創校校長 他是沙士那年創辦 顏保令書院中學的 但現在他退休 和他先生 其實他先生就是裘錦秋 中學的校長 那 兩夫婦七十幾歲 但都很有心 做了一套叫做 小蘑菇的教育系列 那 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他應該現在都可以買 那 他都是說小朋友 有十五種的品德教育 就是品德教育 是包括甚麼呢 他主要是專注於情緒智慧 那 現在其實我們都看到 那個情緒智商 在這個停課期間 亦都見增長 為甚麼有些小朋友 他會發瘋 有些情緒 一些 或者有一些 他會不知道做甚麼 就是因為你平時 已經填滿了些程式 到底他還在做甚麼呢 你學校沒有程式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些都是有關情緒智慧 幼兒情緒智慧 羅校長這套書 其實亦都令我想起 兒子有一套書 由他幾個月大看 到現在七歲都還在看這套書 就是 這個 《Mr. Man and Little Miss》 其實裡面有幾百個角色 每一個其實就等於一個人性裡面 譬如有些是 Mr. Lazy Mr. Boom 有些叫做 Sunshine 正面的人物 有些家長 我都聽過 那裡面有些是頑皮的角色 例如Mr. Naughty 但是其實小朋友 我們不一定是 全部只是給一些好的一面去 其實是給一些不好的一面去 告訴他 其實這些就是不好的一面 而你其實不要做這些角色的 那麼他會分到哪些是叫做好和不好 那這些不同的角色人物很鮮明 其實也都很清楚告訴他 平時你的品德教育是怎樣 就是什麼叫做好、不好 什麼叫做頑皮和乖 那我們說回這個 龔祈俊這件事 龔祈俊 如果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一些 龔祈俊的粉絲 我說其實就是龔祈俊粉絲 就是龔祈俊 可能第一道天空之城 那時候我很小 但是一字看看 看得很大 然後到 他都差不多退一了 龔祈俊 現在就再跟兒子重溫一些戲 你覺得龔祈俊的戲很深嗎 其實不是的 小朋友真的明白 當然他的圖畫畫得很漂亮 他每一部戲裡面 都有一些他的訊息 譬如他可以教到你 風之谷告訴你 我聽 我忘記錄這個PowerPoint 只顧著一句說 這個剛剛就是說 我平時去的親子遊的地方 銀線灣 千水灣海灘 將軍羅丹七館 鴨仔山 那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交遊地方 好了 是 這個我們 反過來說 說得太興奮 就skip了這個 平時習慣了講書 或者講講教育 有人幫我按PowerPoint OK Anyway 譬如說回親子遊戲課 譬如那天我和我老公 見到一朵花 你看到一朵花多開心 我拍給我兒子看 回到家 我兒子就說 這朵叫笑笑花 然後我們就玩這個 Tresor Hunt 即是我們平時就玩復活蛋 尋寶遊戲 現在不能玩復活蛋 就走到樓下叫找回這朵花出來 那就已經可以玩很久了 或者剛才我說過禮事封 禮事封其實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創作 那時候我兒子拆完禮事之後 我就叫他學理財 當然禮事錢就做了學理財 然後 他那一陣子就沒有這麼聚令 他就把那些摺紙摺了不同的圖案 動物 他拿到樓下買 又貼了價錢 那真的都賺到十多元回來 那另外那個激發創意 那他近來有幾樣東西 其實Lego 就一向他四歲都開始自己組織了 那他已經請了16歲的Lego 那這個可以 如果有時間再跟大家分享Lego 其實都是一種很好給小朋友學獨處的東西 那另外近來他就有兩樣東西是自學的 譬如摺紙 他就經常叫我可不可以開一個Origami的Live 給他做 因為摺紙其實都可以 可以發揮小朋友很多創意 因為你不一定要跟著摺紙書學的 那我就叫他每一天創作一樣 勞作給我 比如你看到那個熊貓 就是由他最喜歡Lego和摺紙 Crossover 他每天就做一個小手工給我 那另外就是 上兩個星期一個 大家很喜歡玩的遊戲 家裡的動物園 就是各個Google Google View in 3D 那樣東西 其實都是一種親子可以玩 剛才說的那個刺紙 其實刺紙都可以玩很多東西 好 好了 我們說回公期盡 其實天空之城 我們其實很講夢想 就是教小朋友 其實夢想是成長的必需品 或者風之谷 就說破壞容易建設欄 那龍貓也是講到成長和背叛的美好 而且龍貓是一個訊息很好的 如果你們有看過就是 純真的小朋友才見到那隻龍貓 大人是見不到的 那我們怎樣把我們自己 變成一個純真的小朋友呢 那魔女摘吉便就是講 其實他出到醒之後 如何面對一些挫折才可以成長 那飛天雄珠俠俠就是講 其實怎樣可以簡單和堅強地生活 都幾次我們現在 我們都要簡單和堅強地生活 那幽靈公主就是講 尋找人類和動物家的平衡共存 就是我們有時候都要教小朋友 就是人類都不是大了 尤其是我想通過這次的疫症 告訴他們 其實人類都做了很多幾不好的事情 譬如有時候我們冷殺動物 覺得我們人類就是這個宇宙 或者這個地球的話事人 但是其實最終有一些惡果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成熟 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成熟 那千與千層 就是你在迷失的時候 其實憑著善良就可以走正確的路 這個我都是經常跟我兒子說的 也都是我自己其實工作一個很好的座右名 其實你憑著善良的路就會走出來 那我想這次見到全球的疫症 你都會見到 如果我們做得好 未必說是會做到悶分 但是起碼你都會盡力憑著善良 或者try your best 去跟一些天左人和去抗衡 等於媽之寶欣也是 等於媽之寶欣也是 堅持做善良的自己 哈爾言動成寶 哈爾言動成寶 就是深一點的 但我都明白的 我看到兒子也說到 其實戰爭和 戰爭其實是因為很不好的東西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 在有我們下一代 更加不希望我們下一代看到 那環保 環保其實都是我們這次 我覺得透過疫症 都是要給我們很大的反思 那捱上些幫兒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疫症結納親子情 其實家就是力量 其實有家 就是有家人的地方 就有家 有愛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家 就是東西的小人 生活其實可以有苦 但也可以有甜 我們這次說的 Positive 如何可以在疫景建立親子情 風起了就是憑著信念 其實就可以創造奇跡 那你看看其實好像 咦?不是很浪費時間 我只是看了12晚 那就上了12堂 其實挺好的生活課 而這些是課本以外 其實你可以提起小朋友 興趣的 因為有時候一些硬道理 你跟他說 其實他未必會很記得 或消化到 但是你跟他說一本書 或者看一部電影 我想他的印象會很深 好了 這個就是近來 其實也是陳家偉 校長提醒我 他說 他有一個老師 經常都會特意煮食給女兒 他給我一些照片 真的很好吃 我又跟兒子近來看了兩套電影 都可以推介給大家 一套叫做 《爸爸的便當》 兩套都是日本電影 《爸爸的便當》 其實男人就很少下廚 但是男人有時候下廚 其實都是一個 更 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實爸爸也可以 嘗試做一些簡單的餐 給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小朋友 另外一套就是 我真的極力推介這套電影 叫做《惡搞便當反擊戰》 這套電影好像很好笑 我都是跟我兒子一起看的 日本電影 我兒子又不懂得看字 但是他也看得懂 有些我就讀過字幕給他看 其實是一個 好像表面很搞笑 很惡搞的東西 但是很像我們所說的親子歲語 那套電影就說一個單親的媽媽 因為丈夫很早過世 照著兩個女兒 本來是很忙的 但是後來都為了兩個女兒 而減輕自己的工作 變成兼職 這個媽媽每天都煮飯給女兒吃 但是那個小女 開始步入這個少女的反叛期 就開始不想跟媽媽說話 或者覺得很煩 你不明白 我想很多 我不知道現在前面的觀眾 有沒有一些小朋友 開始步入中學 可能很多都面對這個問題 那這個媽媽很有心機 她每天就做一些很創作的便當 然後還要最厲害 是用一些紙菜和芝士 每次挑一些字 放一個訊息在這個便當 那個女兒每次一打開 就有時覺得很老套 女兒覺得 又跟我說這些 但是有些同學就很驚喜 覺得 喂媽媽今天又跟你說些什麼 那一刻一刻一刻 其實是reconnect 那個親子情 還有知道 那個女兒知道媽媽的用意 那當然護士最後是happy ending 那我跟兒子看完之後 那我兒子就說 媽媽 為什麼你不懂得用紙菜 去挑一些字給我 那我就想起 是會好像 自從我做了媽媽share之後 其實我少了煮飯給她吃 好像沒有什麼做個便當給她 那些日本人很喜歡每天都做便當的 譬如陳美寧博士 我覺得她很厲害 她可以在家裡沒有工人 每一天三個兒子 從西都帶便當都是她做的 就是日本人這樣堅持 我覺得很厲害 那我就試一下 儘量每一天都試一下 可以煮一個早餐 或者煮一個午餐給她吃 那煮一下煮一下 現在就煮了幾十個午餐給她吃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媽媽的便當未必是最好吃的 但是一定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裡面有愛心 有關心 你到你小朋友長大之後 她其實會回憶那個味道 好像我 其實我現在我過身的媽媽 我媽媽都不是煮得很厲害 但是有兩道菜 我到現在都記得的 其中一樣就是炆牛膩 就是我覺得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人 會煮炆牛膩 是煮得比我媽媽媽 或者我媽媽煮的湯 那我試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現在開始有修成期了 因為逢星期日 我就會睡到自然醒 我兒子就會煮一個早餐給我 那他煮早餐 也未必是很複雜的早餐 但是我還是覺得是 全世界最好吃 因為兒子做 還有因為他最近喜歡摺紙 他每一次的早餐都會摺一掌 不同的紙 在旁邊可能是草莓 有時候是企鵝 都很溫馨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都可以 趁這個時間 大家一起媽媽煮東西給小朋友吃 或者小朋友煮給媽媽吃 或者大家親子一起下廚都可以的 好 好 我們在我們接著講下一步之後 之前我們播一條片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現在都覺得 一條畫得很好的片 還有也都 都蠻當頭棒喝的 可能未必有人有勇氣 例如老極 其實老極就是一個80後的 中國的攝影家 他不太有錢 但是他用了他的筆生日積蓄 帶了他的兒子去環遊世界 就是他寧願 帶兒子去環遊世界 也不寧願拿個筆錢買樓 我想一百萬可能在北京買到樓 但是他就選擇了帶兒子去做一年的環遊世界 我們大家看一下五分鐘這個片 先 這個兒子叫做辛巴 在我看來 童年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一個字 玩 在他兩歲半的時候 他說他想去看北基熊 這個孩子就像複毒機一樣 一直在說 爸爸我想看北基熊 我就是想看北基熊 於是我們一家人 歷行了十二個國家 騎著三輪摩托到達了北基 我們在十天的時間都沒有看到北基熊 天巴急得已經要哭了 最後一天 一頭很大的白色的北基熊 慢慢慢慢地出現 其實那個北基熊 就是他的爸 在2017年三月份的時候 他當時只有五歲 本整旅行了146天 成為了最小到達南極的中國人 現在這個新聞傳到國內之後 撈爆了整個朋友圈 基本上會留言有幾種 說這一家人最起碼有兩千萬三千萬吧 我的工作很普通 只是花錢的方式不一樣 去北極的時候我大概只花了三十萬左右 去南極的時候大概花了六十萬 其實只是北上國的一個衛生間而已 我把買房子的那些錢 用在了旅行上面 很多人自己他們說 哇 孩子這麼小 她不去上學 那麼她學習的成績會不會落後 其實親媽也在學英語 學西班牙語 而且是在玩之中 她去北極的旅行都要去講英語 而去南北洲所有的旅行都要說西班牙語 她每天會遇到很多很多的當地的小夥伴 然後呢她也需要去買幫忙糖 買冰淇淋 她也需要去玩 去跟別人交流溝通 我認為學習語言最重要的是給她這麼一個環境 然後讓她有動力去說 而不是一味性的強加的怪書 我發現今天我們中國的父母 我們把自己的孩子弄得太舒服了 就是去弱化了她適應環境的這種能力 親媽練就了隨遇而安的本事 走哪隨哪 走哪吃哪 親媽在亞馬遜森林裡面 我們給她做好了最充足的準備 各種各樣厚的衣服 塗防紋膏 噴防紋液 我們沒有想到的是一天早晨 凌晨醒來 在她身上有七八十個被蟲子咬過的紅色的包 她一直在抓癢啊 難受啊 我跟她媽媽就問她 要不然我們就馬上回到城市吧 起碼看了看我們就說 但是我還沒有釣到食人魚呢 在於我看來 健康的體格對於孩子來說 是一輩子的財富 再被你洗上了 而且洗完之後 就要在雪裡面打過那一天 回來之後我以為她動得夠嗆 結果星巴沒過十秒鐘就說 再來一次吧 再來一次吧 不過第二天啊 我中感冒 她啥事也沒有 走在路上之後 我孩子會產生很多的夢想 然後回到原來的生活當中 學習 跟著這個目標前進去 星巴已經有大概二十多個夢想了 有一次有一個機會 我們去看一個木偶演出 星巴就說 爸爸我將來要當木偶藝人 然後在美國的時候 她走上了航空母艦 然後航空母艦上有很多的飛機 她走上去之後她說 爸爸我要當航空母艦駕駛員 我要指揮飛機 然後她現在也是世界動物保護協會 中國最小的志願者 星巴特別喜歡拍照 而且也特別喜歡摔相機 她這一步上 竟然不小心摔壞了三台相機 但是我還會給她買新的相機 她什麼都會去拍 她甚至連牛糞 她都會蹲在地下 拍一張一張再一張 換著花樣 孩子所看到的這種視角 那種被我們大人忽略的細節 太多太多 所有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這小孩生病怎麼辦 但是我想反問一句 孩子在家裡就不生病嗎 我們隨身帶了很多藥 然後把沿途上 很多醫院的電話地址 全部留下來 星巴在環球旅行當中 她只生命過一次 讓孩子多去運動 多去野 那麼她有非常強的免疫力 我建議所有的爸爸媽媽 帶孩子出去旅行 一定要越慢越好 常規來說 兩個人一天可以玩五個地方 那麼如果你帶孩子的話 你一天只玩一個地方就夠了 你不限時去南極去北極 你可以去新北極去西藏 你可以去普通山 你可以去北京的香山 我們認為放下手機 放下一些熟識 用心地去陪伴孩子成長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你不就會去北京 就往外風裡 你不停止 你不要在地之防 你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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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停止 感谢观看 太好了 其实我身边有两位美女在帮忙忙 刚才看完老极那条片是否觉得很美 我其实看了很多次 我差不多每次在外面讲讲课 我都有播这条片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爸爸的价值观的问题 他觉得小朋友的抗疫力或自主学习力 是比一切的金钱或者学术上的东西都重要 当然现在我们不可以好像老极那样 到处去 我们连飞都飞不到 但我想这个是 我们这次趁停泊关系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反思 我经常都很不同意香港的教育制度 这个现在是我做妈妈分享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小朋友最欠缺的一件事 就是学术上他们很甜蜜蜜 很大部份 如果要跟随教育局 那个制度很甜蜜蜜 很多东西都要甜蜜 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圆毁 就是你写字要不顺 教养上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太spoonfit了 譬如我儿子有时候都说 妈妈那些是否叫巨婴 他可能会看到有些很大的 十岁八岁的哥哥、姐姐都坐嬰儿车 或者要困犯 而在我们今次这个停泊期间 其实刚才我说为什么会见真章呢 你会看到大家小朋友在停泊期间的表现很不同 因为在学校对着老师 比较standardized 他有一个规范 或者通常普遍小朋友都怕老师一点 或者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timetable 一个 routine 你跟着做 只要你不太过分 其实都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回去我们叫做 home learning 或者home schooling 或者我们叫e learning 其实这几样东西是否一样呢 我很记得保良那层小学校长就说过 这句都是金句来的 他有时候不一定要做些什么 就是对小朋友 我们香港人就是习惯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有工作 不然就觉得很浪费 但是这个是autopilot mode 但e learning 强调的其实是自主学习 就是我们说self direct learning 持续学习 但是其实这么难得帮次有这么多空间 我想很多老师或者家长 尤其是都要想一想你们平时的教养 或者教育模式是否正确 就是这样的 刚才说的这本书里面 其实昨天和作者 Mr.Hole 何杰盈 大家都谈了一些观点出来 我想我跟他都很类同的 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们香港的小朋友太多比拼 太多目标为本 就是你要拿到什么成绩 什么分数 拿多少张照片 其实我们反而忘记了我们的基本功 那基本功就令到你失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但是我们趁这次的契机 我觉得好像Mr.Hole说的 有几样东西 其实真的大家要反思一下 这个是最基本的小朋友基本功 比如品德教育 抗压的能力 治理能力 社交接触 自我调节 思想独立 求知的精神 其实这些东西是否我们 就是为了有时追求我们学生的 其实小朋友是忘记了 但是你看看刚才《老極》那条片 其实他反而就是很追求小朋友 我要打好基础 我就要他的抗疫力 要他对求知那种精神 因为那个小朋友这么小 其实我想他一世都难忘 这个小朋友就是在他的老海 传入 那个爸爸在他老海传入了不止100万 就是他用了100万 但其实我想给个小朋友的价值是超越 其实都无价 比如德国教育有两种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去想想 比如德国教育是提倡六岁前是不写字的 但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六岁前我听到那些学校已经是背脈股诗 要背脈股不是背 就是他们要不信各样东西 其实那种背重的能力是否这么紧要呢 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觉得不紧要的 因为我最近教我儿子写中文 我才发现我很多不信都是错的 但我写了28本书 所以这个不信是否这么紧要呢 反而是你求资或自学的精神更重要 或者其实德国教育呢 我看他本书才知道 原来小朋友是有一张单车证书的 其实小朋友两岁要开始学单车 但是我还好看到很多我身边的香港小朋友 小学未识吃饭 大学未识踩单车 或者他们做一个辅助车 或者不懂绑鞋带 那这些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太过了 有时不怪得一些小朋友 就是我跟校长聊过 就是我们很精神分裂的香港学校 我们要他在学校里 十八般武艺都要很厉害 但是在基本功那里 你不要管了 妈妈帮你搞了 你吃饭 绑鞋带 穿衣服 就是我们俗称的 医来、伸手、饭来、脏口 我想都有很多现在的小朋友是这样的 那另外呢 其实是否跟Miss Cho说 我们都有一套哲学 我到现在都很相信这套哲学 尤其是今次在停播期间 我这只白老鼠都挺好 就是他真的每一天他会觉得悶 他就算是读生子 其实他真的每一天觉得悶 因为我从小其实都培养他一个留白的时间 以及一个万有的哲学 譬如如果认识乐的人 我儿子叫陈乐 他的乐是处身边做一个乐 因为我很想自己记得 其实我是想他游心快乐 那他真的一个每天都很开心的小朋友 就算自己一个人他都只得其乐 譬如今次在停播期间 他自己都自学了很多 他自学接纸 Lego就是他小时 他小时在上小学之前 其实他一个兴趣班都没有上过 所以他很习惯没有兴趣班 或者没有补习班 因为他以前根本就没有 他每一个暑假就像现在停播那样 以前就是他可以连续整个暑假两个月 就不断每天砌10小时Lego 他自己很享受那个独处时间 或者要完成一样东西的毅力 近来他就自己自学接纸 还有因为我去过表姐 我不要的钢琴 扔了你我们的家 他就自学钢琴 他都很享受自己自学这件事 所以我现在觉得停播 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头痛 要找些东西给他做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 不一定要找些东西给他做 尽量给他一些自由玩的时间 因为我们常常习惯 每天都将行程 执到密密麻麻 好像不知怎样停下来 而他突然停下来 就不知怎样打发时间 或者不懂得怎样独处 但刚才我提到的几样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各样独处 比如自己设计一些游戏 音乐的时间 阅读的时间 其实阅读是很好的 就是培养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 你现在都网上没有人看书 其实就是更加要坚持 培养小朋友看书 因为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长大成人之后 其实你都知道你遇到困难 未必一定有朋友 或者有人在你身边陪伴你 那时候其实音乐和书本 都是一样很好的伴侣 所以应该要从小培养小朋友 和这两个朋友的相处的秘诀 那我们再讲一下 抗疫力和自主学习力 咦 我还有一条视频 OK 好了 哈佛心理学教授 其实吉尔博就说过 亲子的有效期只有10年 我很记得有一套 其实是泰国的短片 叫做 幸福源自于知足 也挺催泪的 我认为爸爸看到应该有些共鸣 就是讲一个故事 有个爸爸 就透过一个媳妇 约了他的儿子吃饭 那儿子回到家 就很惊讶 我不是约了我老婆吗 你在做什么 那两父子就无疑而对 那儿子就想死了 爸爸是否有绝症呢 没有事 我开心问 爸爸你干什么 那原来我爸爸呢 就回顾他年轻的时候 都是很努力赚钱工作 但是每一个儿子回忆的片段 都是爸爸脱底 约了来看电影 没有来 说和他庆祝生日 又没有来到 接他放学又没有来 学校表演又没有来 在儿子眼中 其实这就是一个缺位的爸爸 缺位的爸爸 永远在那个位置 但爸爸会出现 所以现在 他到儿子长大成人 又有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这个爸爸就看到儿子 好像重蹈自己的腹前 所以他就不想自己的儿子 像自己这样一身后悔 于是就约了儿子吃一顿饭 本来两父子无疑而对 爸爸就给了一只手标 他的手标就是一直停不下时间的手标 而且那个手标就夹了一封道歉信 就是说 儿子 你出生那一天 爸爸没有来 你人生中的第一步 爸爸坐过了 你第一天上学 爸爸没有送你 你五岁生日 爸爸不是 你想免得跟你庆祝 我们约好看的第一部电影 爸爸没有来到 我为了工作每一天都失约 我想着我们可以过更好的日子才陪你 但原来一直以来我都错了 我应该把我们的时间留给一个最爱的日子 其实这个就是教授说 其实亲子有效期只有十年 十年之后 你不会因为做了一个项目而后悔 但是你因为没有陪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时可能要遗憾一生 那这个就是我们趁这个时间其实反思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小朋友有多大 如果当然你小一点 你可以更加做好一点的机会会多一点 或者你可以弥补的时间又会长一点 但是都有心不怕迟的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其实那个还原基本步 趁这个时间 哈移动城堡里面 苏菲说了一句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亲子关系 或者工作上的一个根据 就是如果方向错了 停下来就是前进 停下来 停一停 我们趁这个机会休如期 停一停 是否可以还原基本步呢 有一些东西 刚才我们说的 很基本的六大亲子品德教养的东西 其实是否可以想一下 你做得很不好呢 或者最近有没有看 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看《鸡丁》 就是鸡丁我觉得 很多人说他唱歌很难听 又不得意 但是你看到那个鸡丁 他真的由心而发的快乐 其中有一句 我儿子经常看的就是 生活很完美 生活得完美 你乐观一点 你的生活就很完美 但是不完美又怎样呢 其实这本书《鸡丁》里 有一句我都觉得是根据的 就是他说不完美又何妨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 要求小朋友养 都要完美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完美 所以应该趁这个机会 其实反思一下 怎样可以趁这个逆境 我们建立一下我们的亲子情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家庭观众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靠我们两位美女帮下手 好了 OK 有观众问 你觉得为什么香港的制度 適应和生存 又怎样可以在香港的制度 適应和生存 同时又可以成功的 Parenting 始终是有矛盾 可不可以分享最重要的原则 其实我有时觉得 当然有一些学校是你要复制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呢 因为我都认识很多校长 有些人就说 家长就说是被老师逼的 老师就被校长逼的 其实都不是 我看到真的香港有很多校长 比如人类校长会的12位校长 都很有心去提倡这个人类 人类的意思就是 其实人基本是要有两样东西 小朋友 人爱和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有没有感恩的心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还原基本部》 在香港教育制度 当然你要生存 不能太差 但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 赢在起跑线呢 我想都不是的 最主要就是我自己有个原则 其实我从来都不加入那些 家长的P.A. Group 我觉得是P.A. Group Pleasure 我也是经常有一句座右链 就是你要培养一个与别不同的小朋友 就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长 与众不同就是你没有听那么多三姑六婆的声音 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是道一无二的 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是由你本身这个家长去 就是Talermate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怎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教育制度是在我们手上 其实可不可以用一个教育制度去抗衡呢 当然我们未必要做到老极 那我们买一层楼吧 拿一百万去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环游香港行不行呢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 趁这个 我觉得这个优余期挺好 就是大家都不用上堂 大家都没有兴趣 大家的时间都是无限的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趁现在去反思 或者做回之后的一个平衡 就是不要我们反思完这几个月到九月我们又颠回 好 如何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和建立半读的时间表呢 我自己就由他宝宝或甚至大肚开始 其实我那个基础建立得挺好的 有他不懂字的时候 我想我每天都讲三个小时的睡觉故事 就是不断讲不断讲 他那时候不会懂字 不会识题 但原来在听故事书之中 其实他识了很多英文字 中文字就OK 因为他读国际下中文当然差点 但起码他不抗拒中文的 他对唐诗或者一些诚语故事他很喜欢听的 这个就是他基本上学到一些中文 还有我觉得有一些诚语和唐诗都学到很多品德教育 就是学到很多做人道理 其实中国人很有智慧 比如我们经常说话受之以语 不如受之以语 就是你喂一条鱼给他好 甚至教他捉鱼好 很有智慧这个说话 但偏偏有时就是我们开始中国人做不到这件事 那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反思的 就是譬如我们 现在近期我儿子学做家务 他洗碗 其实是否不行呢 小朋友是可以的 就是不好 我常常都要给一些交碗交碟 他怕他打烂 那打烂又怎样呢 他打烂一次、两次、三次 我想他不会永远都打烂的 小朋友 但你总要给他机会去试 比如他最近煮早餐给我吃 学煎东西、洗碗 甚至他学素地 未必他做得好 但是做得不好都不重要 但你给一个目标 其实你相信他做得好 其实他就会做得到的 其实越读也是 不一定你觉得他未读到那么深的字 或者他一定要跟那个读 其实没所谓的 其实读什么书都没有 当然不是一些不适合小孩看的书 但是都没所谓的 其实每一本同书 我觉得都有一些讯息 可以给到小朋友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多些陪他 读、建立他那个 自己很喜欢看书 你一定要从小的 你大过再逼他看 就变成逼了 其实培养和逼这两个字 是相差很远的 好 嗯 怎样可以建立一个 很深的亲子关系 和一个parenting的育养关系 最重要 其实真的 我觉得有爱很重要 小朋友是会知道的 其实你爱不爱他 你给他多少时间 我不是很同意 quality of time 这个字 有些人就说 我每天给他5分钟 quality of time 其实你要记住 有quality 一定要有time 就是time不能太少 当然有些家长很忙 就是找招不得晚 但是 都要有time 其实那个time是多少 是否真的你自己都逼得出来呢 或者你 我经常说 我们经常叫小朋友打电视 不要看电视 但是你自己的大人 有没有戒掉手机人 我有个反思 我有时都忍不住 因为我们做网上的parenting平台 有时都经常要用手机去盯着我们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我儿子就 有天见到 我不记得他叫我陪他接纸 我等一会儿 他说 等多久啊 三分钟 三分钟他又回来 说三分钟了 哎呀你一天再等三分钟 他就问 妈妈 你觉得你的同事重要一点 只是我重要一点呢 你喜欢你的工作 只是喜欢我多一点 但是他当然不是发皮的一些 就是他有时我儿子就用一些很幽默的方法 去把你击败 然后开始他就说 妈妈不如下班 你交部手机给我 我帮你清洁了他 就是找你消毒纸 清洁了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关掉 把他收起来的 然后到他去睡觉才给我的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不过很搞笑 有一次他收起来的 不记得收起来的 结果呢 我们全家人就是这个 尋找手机大行动了 刚才介绍的书名 我可以再说一次的 叫做 《让孩子挥耍材能的德国教育》 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 我有一套书是台湾出的 叫《国际妈妈姐让教》 其实它有讲美国的教育 日本的教育 德国 尤泰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好处 不好处 但是我们通常都应该要参考别人的好处 譬如你看到日本的小朋友 为何他的自立能力那么好 日本的小朋友 真是有志愿天 开始自己是吃饭 倒桌 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呢 有时候我公司的同事都是 坐完椅子都不会把椅子搬起来 其实我们小时候不是应该起床 做完就会把椅子搬起来 他们的椅子都好像玩音乐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小时候 培养的问题呢? 就是日本的小朋友 他走路上学 你看到他穿短褲的 他不怕冷的 那我们讲回德国呢? 其实德国人是很注重自主学习 和他们的思考逻辑 你知道德国人其实是 拿最多诺贝兰奖的一个国家来的 亦都衍生了很多哲学家 和一些科学家 那为什么呢? 我们有时就是说 我们要看回为什么 有时我很喜欢研究那个 亲子界隆症 我有时看到一个小朋友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为什么他会大叫 或者他会脾气这样呢? 其实我很喜欢研究一下家长 其实你看到家长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小朋友 就是家长的教养方法 是很直接反射在小朋友那里 那国际妈妈这一样教 都是一套很文章的书 比如他有讲犹太人 犹太人是全球理财最擅长的 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已经教小朋友 亲子理财、做生意 或者美国人 美国人就是很多 关于可能会有Apple 会有Microsoft 会有Facebook 为什么呢? 他们是很主张 很open的思考 那我觉得这些书 就是可以是家长看的 但是小朋友看 刚才说的 如罗切珍博士 那个小蘑菇教育系列 都可以是由三岁到八岁看的 是 你有什么问题呢? 不如家长问一下 是 是 好 那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吧? 如果大家再有些问题的 可以其实都在我的Fan Page 我Fan Page很简单 就是豆瓣2而已 那可以inbox我 或者留言我 再回答你们 那希望大家趁这个机会 真的撥乱反正 在这个亲子教养 或者育养关系 和生活美满 那HAPPY HOLIDAY 今天有连续四天 想一下可以在家里做些什么 我们出不了去 但是家里其实都可以是 发挥很多空间 还有我发现这段时间 我省了很多钱 好了 拜拜 HAPPY HOLIDAY